好的姐妹们看一下 我这个总共勾了七组 看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 第一组到第六组是不加不减 第七组我把中间这个五帧减到了三帧 其他的勾法都是一样的 看到了吧 中间这里变成了三帧 然后我们这里开始又有变化了 大家第七组大家自己完成 其他的勾法都是一样 就是中间这帧数 我们减到了三帧 大家自行完成 好不好 我们这里呢 其他的地方前面 它都是五个锁针起头 是吧 这里开始呢 我们是勾四个锁针 好 还在这里 勾一个长针 这也是一组水草花 也就等于是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一个长针 好的 现在我们这里勾一个锁针 这里呢 三个长针是吧 我们在中间这个长针上面 勾一个短针 一个锁针 好 在两组之间勾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一个长针 好 勾一个锁针 然后在这三针的中间这一针上勾一个短针 一个锁针 也就说这一组呢 我们是减了针的哈 就是这里就开始减针 把五针减到三针 其实制法是一样 只是少之两针就是 少勾两个长针 然后这里呢 我们把所有的锁针统一收到一针 也就是前面我们都是你看 水草花它是一个长针 两个锁针 一个长针 然后呢 这里呢都是间隔两个锁针 我们这一圈呢 都就是一个锁针哈 不管是水草花还是这里的 是不是太啰嗦了 大家自己完成吧 好吧 好的 这一圈勾完了哈 我们是在一二三 还是在这第三个锁针上 引发连接 引发连接以后 把这个 又引发到我们这个里面哈 就是 两个长针之间这里 然后我们在这里勾一二三 勾一个长针 在这个锁针这里勾一个长针 这个锁针这里勾一个长针 好 在水草花中间勾一个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组呢 勾三个长针 看到了吧 姐妹们 水草花之间中间勾一个 然后这边这个锁针里勾一个 这边这个锁针里勾一个 我们上全是勾了一长针 一锁针 一长针 这一组水草花是吧 然后呢 这里就一个锁针 一个短针 一个锁针 我们分别在这个地方勾一个长针 然后这里锁针这里勾一个 这里锁针这里勾一个 每一组勾三个长针 好不好 好姐妹们 我说一下哈 就是因为我们这里是13组是吧 每一组勾了三个长针 所以呢 这里是39针 我们在最后这一组这里呢 再勾一个长针 总共是40个长针 然后呢 大家在第一个起立针上面给它引拔 好 勾三个 三个锁针代表一个长针 我们再勾一个长针 好 第三针上我们勾一个外勾长针 大家看一下 挑起这个长针的立柱 我们勾一个长针 第四针上 我们也勾一个外勾长针 这一圈呢 就是不加不减 我们勾两个长针 两个外勾长针 下一圈我们开始来剪针 外勾长针的勾法 大家看一下哈 就是你看 我们穿过这个长针的立柱 给它勾一个长针 两长针 两个外勾长针 大家按照这个规律呢 就是重复的往下面勾 也就是四针一组 我们总共是四十针 它刚好是四的倍数 所以我在最后这里 要多勾一针 就是这个道理 好吧 好 大家看哈 我们勾到最后 如果你的帧数没错的话 我们一定是两个外勾长针结束 因为我们起头的时候 是两个长针开始 是吧 然后呢 大家看我们怎么引拔哈 跳过这个起立针 直接在第二针上 给它引拔连接 我们第一针这样收 然后呢勾一个长针就可以 两个外勾还是两个外勾 我们这里呢 不收针哈 好 现在呢 在这个长针上 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这里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好的 我们直接给它 两针并一针 外勾这一圈不变哈 姐妹们 这一圈我们就是 把这个两个长针并成一针 这个怎么并呢 就是勾两个未完成的长针 看 好 勾针上三个线圈 直接给它一支线拉过来 外勾长针 我们这一圈不收针的哈 姐妹们 再来一次哈 看一下 一个外 一个未完成的 两个未完成的 然后直接给它拉过来 后面大家自己勾完它吧 好吧 好的姐妹们 我们在这里呢 引拔连接 看到吧 好 这一圈呢 我们把最后一个长针 给它收掉 我们直接 在这里勾一个外勾长针 看到吧 这样吧 你看 在这里勾一个外勾 不对 这里 好 这个长针 我们不管它 跳过去 直接在这里勾 勾两个外勾 看到吧 这样收针也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一圈呢 就是 全部是外勾长针了 当然你有你的收针的方法 也是可以的 按你自己的喜好来 好不好 姐妹们 好的 姐妹们看一下 我们这一圈呢 这样勾吧 把这个线头 引拔到两个外勾长针之间来 勾一个长针 直接在两个外勾长针之间 勾一个长针就可以了 看到吧 姐妹们 好 这一圈有点不好勾 大家要有点耐心 好 最后一组 勾完以后呢 我们还是在这里给它 引发连接 好 这个帽子呢 就算是全部完工了 完工了以后呢 我们现在在这个帽顶上 给它勾一点这个帽花 大家看一下我怎么勾 三个手针 然后呢 还在这个针目 我们再勾两个长针 也就是说 在每个针目上 我们勾三个长针 当然你不想这样勾 你直接给它 这个帽子给它结束也可以 我们可以装一个球球 你可以自己做 也可以买 好吧 姐妹们 最后呢 我们就是勾两圈 在每个帽顶上勾三针 下一圈呢 也是在每个针目上勾三针 你不想那么大呢 你就在每个针目上勾两针 我勾出来 大家看一下 没几针了 然后呢 如果你的手特别紧的话 你感觉这个帽子的深度不够的话 我们可以在帽顶这里 给它做文章 我等一下告诉大家 怎么调整哈 先把这个帽花给它勾完 看在每个帽顶上勾三针 因为这里针数不多 我就不切换镜头 好不好 姐妹们 好 然后呢 这一圈呢 就勾完了 帽顶的第一 那么这个怎么说 帽花 好 看一下 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我们下一圈呢 还是这样子 在每个针目上 我们勾三个长针 勾完以后 这个帽子呢 主体就结束了 你看 我们在起立针这里 再勾两针 方法跟刚才一样 大家自己完成吧 这里我就不再示范了 浪费大家时间 然后呢 大家 勾完这里呢 就这样直接可以结束 然后呢 你也可以勾一圈 这样的狗牙针 或者什么之类的 都可以哈 我建议大家 直接勾这个长针 结束就可以 然后呢 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的帽 高不够的话 我们在哪里调整 我们还可以加 因为我冒岩起头的时候 我起的是晚隔针 所以呢 很方便后期加工 不说了 说一下又又勾了这么多 等一下我们在这里 好 我告诉大家怎么加 好吧 姐妹们 哎呀 这帽子真漂亮 好漂亮 好 姐妹们看一下哈 我这个帽子呢 就全部勾完了 因为我的手比较松 所以大家看一下 我这里呢 足够了 哦 我这个帽高有 从帽顶到这里 21厘米 你看我们这个部分 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部分哈 就是不加不减的部分 我这里是多少 15厘米 都差不多 15厘米 然后这里呢 是收正的地方 是6厘米 因为我这个帽高足够了 所以我可以直接勾花边 大家呢 可以在这里 如果不够的话 你再勾一圈到两圈的长针 也就是在每个网格里面 勾三个长针 跟我们起头的时候一样 你再不够的话 就勾两圈 够的话 你勾一圈就可以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起头的 这个线头 给它接起来 好吧 姐妹们 直接在这里勾 先在这里勾一个短针 然后呢 在第二个上面 我们勾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手紧的姐妹 勾七个哈 然后在这里勾 一个短针 也就是说 我们是两个网格 为一组 第一个网格 勾一个短针 第二个网格 勾六个长针 好 下一组 第一个网格 一个短针 第二个网格 六个长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好的姐妹们 这个呢 后面自己完成 好不好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我等一下 我偏头的时候 我会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如果你 手特别紧的话 你又想跟着我勾 我们起头的时候 可以多勾两圈 这样的长针 好吧 好的 大家后面自己完成吧 然后下节课呢 我们来学习 这个配套的 微博 好吧 大家准备好材料和工具 跟着阿方一起来勾吧 爱你们